今天來幫這批南洋大豆蟲的公幼蟲換圖 一起來看看這批南洋大豆的公幼蟲長得如何吧 這批南洋大豆蟲是馬來西亞產的CCK 去年底孵化,養到現在正好8個月 有關南洋大豆的繁殖和介紹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哦 這批幼蟲距上回換木屑已經超過3個月了 老實說有點拖到了 雖然木屑還沒被吃完 但3個月的時間木屑已經變得太朽了 最好還是在約2個月到2個半月就換一次木屑比較好 在上回的換土中 有隻神經質的幼蟲把自己的肚子咬爆了 兩週後就死亡了 因此這批幼蟲原來有29隻就剩下28隻了 公蟲和母蟲正好各佔一半 14公14母 不過礙於影片長度的關係 母蟲換土就不放在影片中了 這批幼蟲我是使用自己發酵的母屑飼養 這回的飼養完全不混兜土 因為之前我飼養南洋大兜時 是會用兜土和母屑來飼養 這樣做確實也可以將幼蟲養得非常重 但是這些超重的幼蟲 最後卻都變成身體超級大的中角個體 有鑑於此 這批幼蟲的飼養方式改為用全木屑飼養 試試看這樣是否能更容易養出長角個體 另外一題 這些木屑並不是用產木屑發酵 而是用生木屑發酵而成 如果你想了解如何自製木屑 可以參考我之前拍的教學影片喔 飼養南洋大兜時常會有個問題 就是幼蟲很容易爬到土錶前晃 這也是許多新手會遭遇的問題 這個問題有許多原因 但最常見的就是容器不夠透氣 溫度太高 或是木屑太乾、太濕 新木屑重新發酵 過度劣化或容器太淺 另外如果山林墨爬到土錶 這可能是環境不適合他做勇士 正常狀況下 南洋大兜不需要用泥土催勇 只要飼養的木屑夠深 且沒有上樹的問題 那麼幼蟲就會安定的直接做勇士 在裡頭的我就線上 只有你飼養 記迷你飼養 вниз niego不能再С封 上面很在余地 又 此故 最 plusieu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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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